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的灵修已经到了猎王纪上第十七章后半段 也就是八到二十四节了 这段经文相当长 不过记载了先知以利亚一些重要的事迹 让我们先来看其中一段经文 耶和华的话领导他说 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 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 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 到了城门见于一个寡妇在那里捡财 以利亚呼叫他说 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 他去取水的时候 以利亚又呼叫他说 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 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 你的神启示 我没有饼 坛内只有一把面 瓶里只有一点油 我现在找两根柴 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 我们吃了死就死吧 以利亚对他说 不要惧怕 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 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 拿来给我 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 因为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坛内的面必不减少 瓶里的油也不缺短 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 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 他和他家中的人 并以利亚 吃了许多日子 坛内的面果不减少 瓶里的油也不缺短 正如耶和华 借以利亚所说的话 好了 这一段经文呢 记载了一个神迹了 那就是上一集提到 神照顾以利亚的需要 是透过乌鸦刁饼 透过以利亚喝西里面的水 这样过日子的 不过旱灾越来越厉害了 西里的水也没有了 神要以利亚搬家 搬到外邦人之地西顿 那搬到西顿怎么办呢 神告诉以利亚 我已经安排了一个寡妇 要供应你的需要 以利亚就照着这个话 跑到西顿啊 于是就发生了 刚刚经文所练出来 所记录下来的 这个神迹了 那么这个神迹 没有人能够行的 只有神能够做 因为物质是有限的 但是神却能使 有限的物质增加数量 这一点非人力所为啊 所以这的确是一个神迹 不过猎王记啊 记载猎王的事情嘛 为什么以利亚的事 还记这么多 特别这个寡妇的事情 还记这么多呢 那么下一段经文 也是关于寡妇的事情啊 关于寡妇的儿子死了 那为什么要记这么多啊 我深深相信 这是在一个动乱的时代 神留下一些温暖的 神介入人类历史的记录 使得在一片动乱 政治斗争的这种气氛之下 人仍然看见 神奇妙的作为 没有断绝 好了 那我们来看看 寡妇的儿子是什么事啊 继续看下去 这事以后 做那家祖母的妇人 她儿子病了 病得甚重 以致身无气息 妇人对以利亚说 神人啊 我与你何干 你进到我这里来 使神想念我的罪 以致我的儿子死了 以利亚对她说 把你儿子交给我 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 将孩子接过来 抱到她所住的楼中 放在自己的床上 就求告耶和华说 耶和华我的神啊 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 你就降祸与她 使她的儿子死了吗 以利亚三次扶在孩子的身上 求告耶和华说 耶和华我的神啊 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 扔入她的身体 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 孩子的灵魂扔入她的身体 她就活了 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 进屋子交给她母亲 说看啊 你的儿子活了 妇人对以利亚说 现在我知道 你是神人 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 是真的 好了 下面这一段啊 也是这个寡妇的 儿子生病的记录 病得非常重 已经没有气息了 哇 这个叫做寡妇死儿子 真是没盼望了 那寡妇就对以利亚说 哇 你来到这里 让神啊 看到我 想起我的罪 于是惩罚我 让我儿子死掉吗 这个呢 是一种 报应思想了 不一定 合于圣经了 不过 以利亚一听到 这个寡妇 这么绝望啊 于是 就把她的孩子 拿到她自己住的地方 放在床上 为孩子祷告 最后神 垂听以利亚 三次的祷告 于是 孩子 就 死而复活了 那么 这是旧约圣经 对死而复活 非常清楚的一次 记录了 之后 把孩子交还给 他的妈妈 这个寡妇 寡妇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 记录在 猎王纪上 肯定有意义的 他说 我知道你是神人 我知道 你说 幽华的话是真的 意思就是 在一个乱世之中 猎王纪 记下了 神的话语仍然在 神的仆人仍然在 仍然忠心地 传讲神的话 而神的话 正是在乱世之中 带给人 盼望 也是在乱世之中 带给人出路的泉源 愿主带领我们 掌握住这个 历史记录的精髓 更是提醒我们 今天不论我们的世代 是动乱 是平安 紧紧抓住 神的话 于是 我们的人生 就有了方向 有了光照 愿神祝福你 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